國際信品機構目的公司24日 將香港銀行體系信品展望 從穩定降等為負面 因為香港的銀行日益依賴中國大陸的借貸人 美國製藥企業傑普萊斯公司 在北京懷柔區設立工廠已有10年歷史 公司最近決定裁撤整形外科部門 前往印度夢買 引發員工要求解雇賠償金 共同所有人之一齊普·史塔恩 被工人困在公司4天 中國國家足球隊15日以1比5 慘敗給泰國青年隊後 中國國族24日宣布開除總教練卡馬丘 並做出檢討 其中之一便是國族選手在賽前 必須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引來網友嘲諷 大陸銀行間流動性持續吃緊 而中國人民銀行對此罕見的袖手旁觀 造成市場恐慌情緒在股市蔓延 24日上陣指數大跌5.3% 創2009年8月31日以來最大單日跌幅 再回一字頭時代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新唐亞太電視 新唐亞太電視 感谢观看